中国新疆警方已确定了乌鲁木齐火车站爆孔案 两名袭击者中一人的身份 但另一人的姓名尚未公布 当地警方已发布通知 要求追查恐怖分子的10名家属 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称 对中国新疆地方政府来说 要消除这起爆孔事件的影响 最直接的工作是针对受害者的 由于火车站爆孔事件造成79人受伤 所以伤员救治成为善后重点 事件过后的第二个重要工作 就是追查案件的幕后人员 斩断恐怖网络 报道引述消息渠道人士称 尽管火车站爆炸案已经告破 直接作案的恐怖嫌犯已经完全确定 且他们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当场死亡 但公安机关连日来继续进行深入的调查追缴工作 寻找恐怖嫌犯的10名相关家人 这包括其中一名嫌犯的哥哥 弟弟 妻子 和他69岁的父亲 和77岁的岳父 新疆警方已要求各单位要尽全力追查其下落 此外 新疆官机关还在通缉两名 涉嫌制暴的嫌犯 中文字幕提供应该是第一次数据的数据